有史以来最凶猛的大西洋飓风埃尔玛在横扫了加勒比海岛 造成了至少25人丧生之后 昨天又冲创了古巴 目前埃尔玛已经降为三级飓风 其前锋已经抵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 飓风又重回四级 时速为每小时210公里 尽管埃尔玛在古巴中部卡马规群岛登陆时的最大风力有所减弱 但仍给当地带来严重破坏 古巴多个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 大量房屋和各种旅游设施受到严重破坏 飓风还带来大量降雨 我没有家里没有家里 我没有家里没有家里 我的家里是那里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称 埃尔玛飓风目前降为三级飓风 但飓风在离开古巴北部 冲向佛罗里达南部沿海的过程中 很可能再次升级为四级 预计埃尔玛将在美国东部时间 10号早上登陆佛罗里达西海岸 随后会一路向北 坦帕 迈尔斯堡和小城纳布勒斯 很可能遭受飓风正面袭击 受飓风影响 佛州两座核电厂可能关闭 预计约超过410万家庭将面临停电 受影响人数达到900万人 目前总计已经有650万佛罗里达居民 被要求撤离 目前佛罗里达各地开放了超过260个避难中心 一些避难中心前 寻求避难的居民排起了长队